你看中国的北京大厨 那边不错呀 这个是墓吗 这有介绍 无名战士墓 是波兰语吗 应该有英语吧 背面也没有吗 背面是英语的 这个公园被建立是 奥古斯丁皇帝二世 1713年 周围的这些地方呢 都是基于一个叫Saxin Axis 在1727年的五月 公园可以利用了 作为一个公共的这么一个地方 在波兰 19世纪的时候呢 公园 这有景色 公园被重阴的 作为了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二十世纪的时候呢 德国占领了 大概是讲了一下 这公园的特色 前面有一个无名战士碑 其实我觉得它写什么 德国占领这事很荒谬 德国不需要占领这个地方 占领公园有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把你国家占领了 然后那顺面 也算是占领了公园而已 波兰真是地广人稀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广袤的程度 这个是首都啊 首都建的简直 哎呀让我有种卧塞的感觉 因为实在是太空旷了 楼也非常的矮 这让我想到了北欧 大家记得吗 北欧的话 像瑞典那国家里几百万人口 玩到好几个城市 这几个城市 你想想一平坛 一个城市 一个首都也就一百万人口 沈阳呢 中国的沈阳六百多万人口 无法逼你 这是个木 不知道是什么木 过来看一下 是什么木 它就是柠檬的 那样 为什么 你可以